這條影片我真的沒有心機和大家Hi 搞笑 因為我其實是非常生氣的 現在的時間是3月4日的10點04分 其實你見到我現在是居家戶 雖然我戴著帽子 但其實我已經是睡衣裝了 那為什麼我都要拍這條影片呢 因為我真的極度生氣 我吃完飯之後看到這篇文章 令到我覺得極度生氣 我看到這篇文章令到我覺得極度生氣 我沒有辦法不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有多麼生氣 那這篇文章其實是在立場新聞裡面找得到的 在立場新聞裡面的一個專欄部分 那裡面的內容是令到我作為一個老師 我是極度氣憤 我覺得你有什麼可能可以這樣寫出來 在這段時間裡面 坦白說很多老師都做到雖然說是所謂的停課 但停課不是真的在家裡站著腳看Netflix 其實停課的時間我們都有做好多好多的事情 分分鐘是比在學校的時間做得更加多 但是這篇文章是完全抹殺了這一班 很努力用科技去彌補現在沒有辦法想實際課堂不足的老師 你明白嗎 這些文章的內容是什麼呢 我現在逐步逐步給大家看一下 你會明白為什麼我這麼生氣 我從來都是一個很直接的人 我看完之後我第一個反應是 在寫什麼 為什麼可以這樣寫 我現在跟大家一邊看一邊看 你明白為什麼我這麼生氣 首先一開始 他的題目叫做 Zoom 教學的幾度陰影 他大概在這裡說 Zoom 的教學 我想是幾難受 幾度陰影 我理解不了這個中文還是英文 我都沒辦法理解得到 但我想其實他是跟 所以幾度陰影 主要是講一下 這個文章的作者 在Zoom 的過程裡面 他有幾難受 我們繼續看 文章是誰寫的呢 文章就是教官組小記者寫的 教育工作關注組 平時的報告我都要去追蹤一下 都寫得挺好的 我坦白說 但這次怎麼不做我實在沒辦法理解 看看他裡面的文章 為什麼我會這麼生氣 他就寫了 小記者最近已經被Zoom 疲勞轟炸 我不知為什麼他會叫自己 小記者 小記者的意思是年紀很輕 他資歷很淺 還是地位很低 所以他叫小記者 無從稽考 不過不要緊 這個不是重點 他就說自己被Zoom 疲勞轟炸 在面書上 人們不斷分享 炫耀自己在Zoom 的教學成果 我現在用一個語言 其實你寫分享 已經可以完成這個字 但他偏偏想炫耀這個字 炫耀是一個多麼 negative 的字 難聽就是曬 曬自己的成果 假白說 在這段時間裡面 我很努力去學習用Zoom 令同學很開心的上一堂 他們在家裡都學到 這個成果是值得分享的 為什麼是炫耀呢 為什麼你覺得是曬 我不知道他覺得 葡萄是是酸的還是怎樣 總之他就覺得人家是曬命 他還有故事是成果 好象疫症前的教學暗淡無光 未來也會以Zoom 作為範式轉移 我不知道你在哪裏聽到這樣的說法 Zoom 從來都不是一個先端 不會說開了Zoom 之後 所有問題都解決了 這個Zoom 只不過是在這段時間裡面 上不了課 又見不到同學仔 其中一個解決的方法 譬如說有些老師 他覺得用Zoom 是可以跟我們聊天的 有些老師可以覺得 在這段時間裡 跟同學補回一些課堂的知識 這段時間根本上只不過是覺得 同學可以在家裡很悶 所以跟他們做一些補課 我不否定可能 將來會有這樣的趨勢 都不頂的 但是沒有人說過 因為Zoom 出現 所以Zoom 之前的所有東西 都是暗淡無光 這是他自己的假設 某籍子學校更成為龍頭 大樓領導學校應該怎樣怎樣 大家被迫根基 只能奏望快點復活 從過正常生活 這個位置我真是慶 他雖然已經用了這個開山銀號 去跨著正常生活 但是我想說 一個香港正常的老師 他在香港的教育制度之下 他從來什麼時候有正常生活過 OK 他以前那麼久一直都不說 他現在走來講Zoom這件事 令到他沒得過正常生活 跟著三文知識 先說一些好的東西 我讓你不要覺得我這麼偏頗 的確 作為停課期間的過度 學生可以透過視像會議見見老師 大家追一追學習進度 也未常不是可以減減壓力的事 做Zoom 從來都不是一個減壓的一件事 但小記者雖然未現行 這個簡直就是情緒勒索來的 卻覺得教育大佬們 不能不正是Zoom教學的幾道陰影 為什麼我說這是情緒勒索呢 如果你覺得這件事說出來之後 是言之有理的 是不需要強調你自己是多麼弱勢 你為什麼要這樣說 你自己人未現行 你就是希望大家覺得 哎呀那些大哥真是衰啦 真是離地啦 我們這些又不顧及小事物 所以你才說自己人未現行 OK好 這個都不是重點 你進去看看他那些所謂的陰影 你真的想一拳打爆 陰影一 擁抱科技的教師 成了好老師的典範 質疑或者教畢業烈的 我想其實他想說 是質疑科技 或者對於那個科技教不潔力的成了邊緣分子 真的 都不講那個語言 但好教師的特質其實多元 用單一標準非常霸道 我都是他所說的擁抱科技的教師 但我從來不覺得我是好老師 因為我用了科技 OK 也都不是說 將你原本那個課堂裡面 你本身已經教算很差了 然後你把很差的課堂放回到書裡面 這樣是不是就代表你一個好老師 完全不是 我也都不覺得有一個學生 會覺得這些課堂是一個好的課堂 一個好的老師 就像你所說好的老師的特質是這麼多元 那為什麼你會用第一句劈頭就這樣說 我擁抱科技的教師成為了好老師的點法 OK 我一會兒再說 其實一個好老師的點法應該是怎樣 但他這個不是一個音影 他這次是一個指控 是指控一 他對於所有肯用Zoom 去解決滅現在現有的危機的老師 是一個指控 所以我極度生氣了 我真的覺得極度生氣 你現在這樣做什麼呢 是分化了兩群組的老師 OK 你將一群組用Zoom的老師 就說他們是成了好老師的點法 而他用了開班就好了 即是他不同意是一個好老師的點法 然後就將另一群老師不用Zoom 就說到好像我們被壓迫 為什麼要這樣做 大家都要教書 好了 陰影二 Zoom入侵了教師的私人空間 香港教師出名24小時工作 一日為師 終身為師 習慣了Zoom將來補課問問題 師生都會心思思要Zoom一下 同事開會就更頻更密都可以了 這個是Zoom的問題嗎 這個是學校行政失當的問題 如果他要求你什麼時候都開會的話 其實你可以選擇去勞工處去告他 但是你不是將這件事拉到Zoom裡面 好了 第三 陰影三 監察問題 一非學校的Zoom教學會錄影 教師學生一言一行都會被記錄 在政治低氣韌的今天 若課室設錄影一定會反對 但疫情之下我們幾張鏡頭放在自己家 小記華有一個重大發現 他覺得是一個他發現到的很重大的比例 原來Zoom有報告這個功能 可將學生在鏡頭後的投入度 如有沒有再上課時使用其他軟件 一攬無為 小記者就沒聽過專業同工提過這個功能 其實我們是有提過的 但只有功能的設置和怎樣採用絕對需要精深入的討論 大家今天還望學學怎樣在Zoom投票呢 這又是同一個問題 就是說 如果學校要求老師去錄影 而他沒有保障老師的話 這個是行政問題 是和Zoom是無關的 是和擁抱科技是無關的 更何況那個所謂的報告 其實是准不准都是誠意 如果有需要的話 看回我們翻協同工的分享 好了 究竟他有沒有用過這個功能 陰影四 今天教學的互動會漸漸退化 這種互動並不是那種可項下掩飾的互動 學術一點來說 為什麼是學術一點呢 你如果這樣去寫學術文章 你死定了 課室肯熱 Zoom肯冷 教師在服課校 要好好適應不能控制的感覺 我不知道是否我理解錯誤 平日教學的互動會漸漸退化 他自己用Zoom的時候 在Zoom的課室裏面沒有互動 他就告訴別人 所有Zoom的課室都是沒有互動的 耳片概全都不能 這種互動並不是那種可控爬掩飾的互動 哪有一種互動是可控爬掩飾的 為什麼會是爬掩飾 我理解錯誤 是drill過的 還是什麼 Performance 課室肯熱 學生的面子可以很差 但你知道哪是真實的 Zoom很難很舒服 教師可以陶醉於自或自說 這個人 他根本是對Zoom的了解 是一知半解 他都可以寫出一邊的文章出來 其實Zoom有很多方法 可以增加你的課堂互動 如果你不懂的話 我歡迎你來翻協 看一看我們的教學示範 還有你接下來 我們都有不同的workshop 你可以參與的 真的有這篇文章的那個作詞 你真的可以聯絡我 我是絕對可以幫到你的 好了 第五 Zoom軟件的安全問題 報道指出 Zoom有漏洞可讓黑客入侵你的webcam 還要underline著 教師朋友似乎要考慮學諸黑白格 或者施落燈在鏡頭上 貼兩張牛皮膠紙料 未用Zoom之前我已經貼了 未用Zoom之前我已經貼了 一天你有個webcam 其實你都有機會被黑客入侵 這個是Zoom的問題嗎 不說 第六 有WiFi者為王 沒有WiFi者為... Dude 我不知道他想寫什麼 為什麼 沒有WiFi者其實先為王 沒有WiFi者就可以告訴你 我不懂 我不想做我沒有WiFi 除了WiFi成了公共設施 每人都有一部筆記電腦教育 寫什麼 教育真的是更貧富懸殊了 不要告訴我 復課後會回復正常 因為這科技領導教育的律則會 繼續玩 小記者 其實你知不知道 這個e-learning 推行了多少年 還有你知不知道為什麼要推行e-learning 推行e-learning 是因為要確保我們的學生 出到長大之後 他能夠利用這些科技 去應付生活上的需要 今天用科技不去教學 不是因為老師想自己威風 是因為我們是培養這些2030年出來的小孩子 他能夠應付到他看日的世界 你不懂 你應該要上去看不同的教學的網站 世界 OECD 不同的等等 這些國際級世界論壇所說的 而不是不斷用你自己個人的感覺 去寫這些文章 我可以告訴你 科技一定是會繼續玩的 因為你是不能避免的 你是一定要用科技的 你不要用電腦 你不要用手機 你行不行 你都不行 為什麼你會覺得在教育上不應用科技 科技領導就必然的 那你自己決定 究竟你是要害怕他 還是善用他 這個也不是zoom的問題 教學觀念的問題 你都可以依然跟回30年前那一套 老師直立式站在班房中 中間不斷說話 所有同學只坐在那裡聽一九目 你都可以繼續這樣 你不去挑戰 為什麼你的人要走來走去 為什麼要你活動式教學 為什麼要你hands on 這件事我覺得是很多人對科技的錯誤指控 我同意WiFi在這個情況之下 其實真的應該是普遍的趨勢 所以這件事應該是跟教育局反應 跟政府反應 什麼時候我們香港才可以全部人都有WiFi 好了 跟著最後一個 小記者在一片普世寬騰聲中 普世寬騰聲 我想知道有哪一個在用zoom的老師 是普世寬騰的 說這些東西是否有點掃興 小記者如果懂說話 也許做了大官 我明白你完全是不懂說話 說停課不停學 者類口號就面面驅完了 知道知道 是一個多麼沒有修養的人才會說得出這個 他的意思是停課不停學 這個是指一個口號 其實實際上是做不到的 我想問一下 你做不到是否代表這個世界的人全部都做不到呢 你做不到是否代表這件事是不存在的呢 為什麼我會這麼生氣呢 就是因為 對於我來說 我看下去 我覺得這個一點都不是陰影 這個是 正如我所說 這個是對於使用zoom的老師的指控 其實我想告訴你 我們這班老師去用zoom上課的時候 不是有空沒事做 我們想威所以要用zoom 而是因為我不忍心看到那些同學 在這段時間裏面在家裏 所以我才用zoom 去將我平時上課的活動 所有的活動 所有的教學 轉個方法 給一個機會 去解決這個危機 而不是因為我個人想 想贏想勝 所以我用zoom 就算我一開始我也不懂 那我怎樣做呢 我便去學 我便去找方法 去上網看下怎樣做 然後想完這支 我便去實踐 實踐的過程不是一帆風順的 實踐的過程裏面 我都要不斷去嘗試 不斷錯誤 有小孩說給我聽 聽不到 看不到 那我就逐個逐個去解決 這個是problem solving 這個是去告訴你 你independent learning 當我不懂的時候 有這些問題的時候 我怎樣去解決 而不是逃避 這真的是老師第一件事 你要新教的一件事 genetic skills 一定要新教 所有的這些事情 所有小孩的得行的品德 就是看你的個人是怎樣做出來的 所以我做這件事的時候 不是因為其他原因 是因為學生 是因為現在上課的時候 我現在不能上課 我不想他們完全不學 我不想他們在家裡偷醜 我不想他們覺得放假更悶 更悶 所以我才用zoom的方式 很多時候 當你不接受一件新的事物的時候 你很容易就demonize 其實很正常的人類 就是不斷重複發這些事情 就好像當年 加里拉提出地球是圍著太陽轉 那些人一直說他是異端者 燒死他一樣 正如這篇文章 是他deemonize e-learning 但其實很多時候 他不能夠發現 這件事根本就不是 e-learning他本身的問題 之前的webinar裡 都遇過我們老師 他們極度反對做實事 他們的原因有很多 硬件的問題我可以理解 但是其他有些問題 例如什麼呢 我講出來給大家聽的 大家都會覺得很荒謬 例如他就會說 上課的時候 小孩不專心 他在online lesson 裡面 可以走上去玩 或者可以按電話 這個是zoom的問題嗎 其實他在班裡 他都可以不專心的 哪一個老師 那個小孩 是會100%坐著 坐著 完全兩隻眼看著你聽書的 你不要玩我 你自己 去聽talk的時候 你都不會完全聽完書 你都會去做自己的事 這個是很正常的 是就算在實體的課室 都會發生的事 實際上不是工具的問題 我的小孩坦白說 他們都一樣會到處看 但是我要做的事 就是將那個課 盡量令到他變得有趣 盡量令到他變得豐富一點 讓他覺得我錯過了這堂 或者我不聽 我會損失了 這個是我們老師應該要做的事 每天去反省自己的教學過程 這個才是老師應該要做的事 而不是去批鬥那個工具 都有人說 大家都知道有些平台可以 可以放一些和我交功課出來 大家看到大家怎樣回答 有share answer這個功課 也有老師說 這個功課真的有鼓勵和我抄功課 其實他沒有這個功課 他都可以抄功課 這個是他個人品行的問題 亦都是你功課的設計問題 他可以抄得到 然後你就覺得他會抄 根本這個就不是科技的問題 是你在設計上 如何去防止他們去做這件事 工具是死的 人是生的 其實很多時候這些問題 和科技是無關的 很多時候這些困難 是因為行政的安排上面失當 而令到那件事這麼符合 沒有一個方式是100%完美的 但我們只是可以靠不同的行政方式 令到他接近我們所想做到的效果 這個就是整個教學需要行政輔助的原因 行政上面失當 你在那個課室上同 你都一樣會有問題的 最後我最後要說一句 為什麼我會這麼生氣 其實就是因為他說那個好老師的項目 我作為一個老師 我從來不會否認我自己是一個好老師 但我的好的原因 不是因為我embrace e-learning 而是因為我知道 我的所有的教學 所有的概念 是以學生為中心 所以我也都不贊同 我有一些學校 完全是100%跟足時間 我講過的 我公開的時候講過 我不贊成這樣 因為你是沒有將 學生和老師的 well-being 放在第一位 但是如果完全不做 在這段時間裡面 只能有同學 什麼都不做 在那裡搖 在家裡搖 這又不是對學生最好的方向 我不認同 所以當你明白到 學生的大前提 是你的最大的concern的時候 你就會是一個好老師 因為你所有的編排 都會是以學生的利益出發 這個不關Zoom事 不關你班房教書事 不關什麼搞學法事 你掃的所有東西 其實我們所講的 一直的所有的教學法 所有的e-learning 為什麼要用iPad 其實全部都是希望 令到同學仔 更加有興趣去學習 我們一直在做的事 都是這件事 其實這次的疫症 令到大家停課不停學 是同一個concept 就是因為我們希望學生好 所以我們才要想這件事 如果你覺得這個是不好的 你有沒有一個更加好的方法 去達到剛才我們 我們所講的目的 如果是沒有的話 那麻煩你好好反省一下 我真的好 你好好反省一下 你寫這篇文章的時候 會造成多少不同的confusion 你還要借《立場新聞》 這個這麼Hit的一個平台 去說這件事的時候 你作為一個老師 我真的好想問一下 你是不是應該好好地檢討一下 你寫的文字 究竟是不是實實 是不是在做一些 是不是在做教育工作者 應該要做的事 當然我明白 教育工作者 絕對是有自己的言論自由 好像今天我講的這番話 其實都是代表我自己 但是就是因為 你的文章裡面的陰影 其實是對一些 肯嘗試的老師的指控 所以我才要走出來 拍這條影片去告訴大家 我們用Zoom的老師 不是因為自己要威 而是因為希望同學可以得益到 如果你覺得做不到的事 麻煩你去學 如果你覺得 所有的安排上是不對的 麻煩你和你的行政人員 你的管理層 去商討怎樣去做 而不是把這件事 拉到Zoom 更加不是把這件事 拉到一些肯嘗試的老師身上 好了 講完了 喜歡看不喜歡看就走了 謝謝謝謝 我來看看 昨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